問了這麼多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 要大家改善的話 大家要知道如何改善 比例要怎麼定 你卻沒有辦法定 大家又如何去改善 這個白問了 這個副主委回答得不好 他一點都不聰明 他應該說這個比例 依韓國瑜的聲量 跟他的民調有關 跟他的民調有關 韓國瑜的聲量越高 這個比例越低 大老 因為他不是學新聞專業 所以他的新聞專業被你談 沒有 我是說 那個人他不是學新聞專業 我也不是 但是我回答得比他好 他要去處理專業新聞單位 你可以看看這個NCC在搞什麼 而且他非常喜歡 質疑別人的專業 質疑中天新聞台的主管 世新廣電沒有新聞專業 質疑中天倫理委員會的委員 沒有新聞專業背景 他到底有多少新聞專業 這位NCC的發言人 我們來聽一下 他到底記者會上面 是如何的回答 中天處理這個新聞說明就好 那是不是也是 你某種程度也是用顏色 在看這個新聞 沒有 我想這個 這個是因為這一部分的話 我特別講清楚一下 這個是因為引述網路上面的消息 未經事實查證 就是有訪問那個 相關的大氣專家 氣象專家 那算不算是 那算不算查證 但我想說 我們尊重我們節目內容 諮詢委員會的委員的認定 我們該遵循的比例是 不應該超過30% 50% 60% 80% 還是指責新聞 幾號一收集 沒有 其實這樣子 我們就是講說 你要符合你的營運計畫 直播的規範 我們也 那有沒有 也沒有禁止說不能去報導 特定政治人物 市新 現在是市新大學 已經叫世界新專 那個新就是新聞 那我在這個圈子的20幾年 你發言之前 要不要先說明一下你的新聞專業 我新聞專業也不怎麼樣 那我在這個圈子20幾年 我的觀察就是說 我們這個圈子的 這個市新的朋友 我不是市新的 市新的朋友是主力部隊 而且是骨幹 那表現好的非常多 這個 我們以前當小小主管 有時候要看那個履歷 市新的朋友真的非常多 而且在各個媒體 都有這個很好的表現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NCC 剛剛主持人 他是檢討 新聞專業背景委員是否足夠 這個可以檢討 那我來檢討NCC的 新聞專業背景委員是否足夠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是我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簡稱叫NCC 這個我們是超美國的 美國叫FCC 聯邦通訊傳播 那你看這個美國總統川普 他跟CNN也好 跟紐約時報也好 已經這個視同水火 可是川普跟共和黨 會不會逼FCC說 你把CNN給關了 或是你去罰 這個CNN罰個100萬 不會 他自己都在幹 他自己挑著幹 但是你看美國跟我們這個差非常多 那剛剛提到這個翁副主委 他今天發案 他是成功大學的 電機工程的碩士 這是這個NCC網站 你好 其實我簡單講 我是對事不對人 請大家看這個 因為這個字比較小 他在電信管理局 交通部電信總局 這個NCC 他主要的經歷是在這三個地方 他有沒有專業 有 他有電信工程的專業 可是廣播電視的部分 他是非常缺乏的 他的經歷就這樣 在整個電信專業 已經做了30幾年 現在是NCC的副主委 所以這個溫副主委 電機工程 電信工程有專業 但是跟廣播電視 目前我看不出來 來 我們再一個來 因為這七個 這是詹主委 詹主委他是法律的專家 大律師 這個是陳委員 也是法律的專業 陳曉翔委員 這個是孫委員 他是資訊的專業 鄧委員也是資訊的專業 郭委員他是經濟學的博士 這個是洪委員 他是傳播學的博士 所以我幫他整理他就是 NCC七個委員 法律 法律 資訊 資訊 電信 經濟 傳播 其實他傳播只有一個 而且這個洪委員 我比較抱歉說 這可能要請教這個詹主委 請問洪委員有沒有必要迴避 大家沒有去談這個問題 因為洪委員之前 是跟這個反媒體壟斷 也是跟望中集團是對著幹的 那這種情況下 你去做這個審查 或是這個採訪 坦白講我個人有點意見 因為你之前還沒當NCC委員之前 你參加所謂的社會運動 你對這個媒體壟斷 有什麼新聞壟斷 你有你的看法 這個我尊重 可是當你進入NCC當委員的時候 你就變成裁判了 這個時候在這個相關的 跟中天有關的這些案件上面 你有沒有迴避的必要 我個人前線 我認為應該有 你應該迴避 你應該主動迴避才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觀念 這是台大的教授王教授 王教授他之前在我們媒體圈 食物界也有資歷 所以他是理論跟食物都有的 王教授他講 NCC以往都不願意 介入新聞內容的認定 這是一個 其實為什麼以前都採拔很少 就是這個東西是媒體自律 NCC其實不應該管的 所以王教授講的沒有錯 王教授他說 你這次認金天降降雲 罰40萬 你已經實質介入 你開這個例子 其實非常非常不應該 以前不會進入實質的這個 我會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違反公序良俗 那標準是什麼 NCC要具體講出來 讓我們外界來檢視 那什麼叫公序良俗 這個社會新聞部分 我簡單解釋一下 公序良俗在民法判內 公共秩序跟善良風俗 那這個東西是個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所以他並沒有說 那什麼叫做公共秩序 什麼叫善良風俗 我們法律上實務比較常看到 我解釋給大家聽 像這種的 性愛契約 當街裸奔 賭場的欠條 請問這個跟中天那個新聞 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公序良俗嗎 民法你常見的是這幾種 可是我們那則新聞來講 所以主持人 我的這個看法是這樣 你要去罰他這個 這樣打錯了 打成CNN 故意的 你如果用相同標準來看 其實我們歷年來各大新聞台 違反公序良俗 你要這樣罰 很太多了 講不完 這個標準其實非常的莫名性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要解釋給觀眾朋友聽 其實NCC的主委 我給他很高的評價 他已經擋很久了 但是他現在擋不住 NCC只是一個筷子手 他只是說 我要罰你 可是真正背後的壓力是民進黨 以前 前一陣子 在立法院的各委員會什麼 這變得很慘 只是我們媒體很早報而已 NCC的委員 尤其是主委 在被民進黨立委的羞辱 皮 一直 皮打紅打 罵得這樣子 直接點名就要下台 你不做就走 像林俊憲那些 其實林俊憲委員 民進黨都會講 像劉士邦委員 他們我跟觀眾朋友爆料一下 他們平常人很好 可是一開始爭論節目 一開始之後 他按鈕按下去之後就不一樣了 怎麼剛聊天聊得滿不錯的 他就變了 其實民進黨那一選委員 我也願意礙於包容 落實韓市長這些 所以我說觀眾朋友 你要瞭解說 不要再罰NCC的 這個NCC是擋不住壓力的 真正的原因是民進黨 NCC的委員 第一個的要務就是 他必須是公平 客觀的 因為他是個獨立機關 如果你這一個委員本身 對於特定媒體有特定立場 又由你來主持召集 你認為會議的結果 會呈現什麼 老實說這個廣播電視節目 廣告諮詢會議 我以前在民間團體的時候 我也有受邀在裡面 就是因為他本身 他就要邀請一些團體進來 共同去看這些內容 如果有人檢舉大家來看 到底這個要怎麼處理 但裡面的最關鍵 最終還是是召集人 就是NCC裡面 所派出來的委員召集人 他可能最後會訂一個調這樣子 所以今天這個NCC出來說 這個都是推給委員會 意思就是說我們很客觀 我們也要這些團體來 這個是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召集人 自己可能可以出來說明 就是他可以跟大家講得更清楚一點 開罰中天的這一個 為什麼現在大家在質疑的 他有必要罰到40萬嗎 這個呈現一個鳳凰展翅 這樣的一個雲朵 這樣的一個新聞罰到40萬 因為有參與過這個委員會員 都知道他有三個層次來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 雖然有民眾檢舉對不對 覺得這個根本跟違反什麼新聞 那種沒有關係 叫做不予處理 第二個層次叫做什麼 發行改進 所以這次九個案子裡面 有一些都是發行改進的 唯獨被裁罰是中天 這兩個是被罰錢的 然後那個最終就是予以何處 所以感覺就是 這一次也有別的台 也有進來 別的台都沒有事 有事的就是中天這一個 就是用最重的 重重量刑 這個中天介紹的處罰 就是重重量刑 三個層次裡面不是發行改進 他是因與何處 而且罰的這個金額 我覺得很不符合比例的原則 你說這種民署之間 大家會去探討 你說之前這個什麼翔雲 出現翔雲 聚榮翔雲 大家其實看一看就覺得 這就只是一個這樣子的報導 茶餘飯後講一講就算了 今天這個鳳凰展也是一樣 這樣的一個新聞 我覺得頂多你如果覺得 各家電視台不要再報導類似的 那你就用發行改進 有必要你就祭出40萬的重罰 40萬不是小錢 我跟各位講 因為這幾年這個NCC的財法裡面 針對這種違反公序兩署的 罰的真的非常的少 去年只有一件是什麼 去年就是有一個互殺哥有沒有 他就是說要大家不要吃魚翅 然後他就寄了一些沾滿血的 那種斷了手臂的這種東西 就比較血腥的這種 就是寄給迪化街好幾家賣魚翅的店 然後因為各家電視台就針對那個內容 據細民意就是做太詳食的那個報導 然後可能這個經過開會之後 覺得說這樣子的報導 其實是不恰當的 那個罰多少 罰20萬 今天報導這個天空這種意象 你罰了40萬 你不覺得這個比例原則 到底是在哪裡 因為這是韓國瑜的鳳凰 韓國瑜的鳳凰才是重點 唯一原因是這樣 對 我就說你這個比例原則在哪裡 如果說都是同一批的這一些委員 你去年才剛罰過類似這樣的事件 那個因為其實那個整個內容 據細密可能是不妥 那這一種 他頂多就是有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已 他也沒有影響到什麼公眾利益 然後他裡面 我看他寫的是說怪力亂神 這個有到怪力亂神的程度嗎 就是說天空呈現這樣子的一個雲朵 然後就做這樣子的一個解釋而已 這個有到怪力亂神的程度嗎 翔雲火龍這還有做合成 還有做合成效果 把賴清德跟火龍合成在一起 那這個會不會更怪力亂神 對不對 然後我必須跟大家講 事實上現在媒體追求的 我覺得後來媒體在進步 要求就是自律 所以衛星公會 大家組成一個公會要做什麼 就是要做新聞媒體自律 過去早期我看到NCC的做法就是說 好 如果不希望大家報導 類似的事件 他會跟衛星公會講 因為衛星公會大家都是成員 大家都會去共同商討說 這一塊我們怎麼自律 我們是未來這種天上的雲朵 盡量不要來穿著附會 什麼樣的報導 這種事情就這樣子就可以結束了 怎麼會這樣的一個單一事件 下這麼重的一個重罰 這才是讓人家起人疑鬥的地方 所以NCC你要說你的立場 是完全的公正來做出財法 大家幸福 另外一個大家最快的連結 就是前一陣子蘇貞昌才下令 說你NCC都不管嗎 講得非常的生氣 果真NCC就動起來管了 而且管的是特定的媒體 其實民進黨政府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他們不知道是笨 還是是太魯莽 太急躁 他往往會在 這一個事情上面就露出破綻 大家就看得出來說 原來這個NCC也是 行政院的手可以伸進NCC裡面 然後他這樣一陣子 然後這樣子一陣子之後 馬上就動起來 開會就有決議 然後就罰了 我覺得這個會不會太難看了一點 因為NCC大家當時修法 這個還是民進黨當時的主張 大家在立法院裡面說 他必須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 獨立單位的意思是什麼 政治力你不應該干擾 而且讓這個機構維持它的公平性 要不然你將來 你NCC做出任何財法 大家服嗎 就像這一次 為什麼中天又不服 同樣的有別家電視台 也做同樣的東西 你連看都沒有看見 然後只罰單一的這個電視 大家當然不服 那一個本來應該標榜獨立的單位 他的財法讓大家覺得不服的時候 對這一個公信力的單位的未來 是好事嗎 假如NCC做錯任何財法 請問還可以有公信力嗎 我覺得獨立機關最不容被挑戰 就是他的公信力 一旦你自己走偏了 你的立場失去了公正性 大家不相信你的公信力 倒楣的是誰 你這個機關存在的意義 真的還在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不需要是這樣子 特別是這次我們看到另外的政治意涵 當然是衝著韓國瑜來的 因為現在綠營眼見著韓國瑜的氣勢太強 然後中天又特別是報導的很多 因為民眾也愛看 所以報導很多 其實他台其實報導的比例也不低 然後這個也可以形成他想要去管制 約束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你這個比例過高 什麼叫比例過高 因為他現在就是當紅的 你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社會都是這樣子 當紅的人物 那就是最多他的報導 那不然你去管管網路好了 他網路聲量太高不可以 看怎麼樣讓他網路聲量可以降下來 可不可以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這一個的財法 其實是傷了NCC 也傷了行政院 更傷了民進黨 因為讓大家看穿了 你的政治力不當的干預跟介入 事實上其實是傷害了媒體 所以我認為衛星公會 其實也應該事實 這個是媒體的事情 也不只是中天的事情 衛星公會應該要聯合發一個聲明 針對這樣子的NCC 不客觀的處理 不公正的處理 大家要有一個立場 而且如果NCC要過度介入 媒體的自律跟新聞的自律的話 大家應該要有聲音 讓NCC可以收手 你還沒有人 你喜歡嗎 蹼嗎